中国刺绣远远流长 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苏 鼠 月 香 楚 在历史的长河中 在文化的交融中 很多秀种都走向大同 精楚刺绣 以其独特的针法和多变的技巧 独树一致 那边刺一下 还是这边刺一下 七八岁时 徐凡就开始跟着祖母外祖母 学习做针线活 学习刺绣花底 鞋垫 月口鞋等 一二三四五 大山中长大的徐凡 因为没有绣谱 从小学着见山绣山 见水绣水 这样的经历 让他的绣品至今 保留着人类最珍贵的品性 自由与随性 大胆与创新 正在绣制中的云丝缝 就集中体现了徐凡绣品的这一特点 在云丝纸上面画刺绣膏子 一变颜色上不了丝 那么说我们再在上面用黑蓝色 再上一次颜色 那么说它会清晰很多 云丝缝是在云丝纸上刺绣凤凰 对徐凡来说 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你看这个材料 这完全不是这样 这完全都是透明的 看到没有这样 一丝一丝一丝的 它省不起针 省不起丝线的 那么说我就想挑战一下 就想把我们的凑文化的大红大绿 还有凑针大线 这一块的金凑刺绣的真华 在这个云丝纸上面来做做刺绣 金橱刺绣以金橱文化为背景 是独具地狱风格的精美刺绣工艺 处人重逢 顾民间绣品中的凤凰姿台万千 或雄俭威武 或轻盈飘逸 丑绣缝 丑绣缝嘛 丑都是绣缝这一块 这幅云丝缝 徐凡将用到油针绣 平针绣 达子绣 锁针绣 平套针等多种针法 以针带笔 用丝线带磨 绣制过程中 徐凡如同美工绘画一般 勾勒连染 肤色涂抹 灵溢飞动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针法 是因为它是鸟类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做到飘逸 这一块的话 针法相对而言要用得多一些 金橱自绣 讲究旗 光 纸 云 旗 即自绣的线迹要整齐 光 则要求绣面轮廓 自然光亮 纸 要求针引锈线时 直如弓弦 云 要求用线匀称 针脚细腻 疏迷相间 无论外面再吵了 再热了 好像都与我们无关 因为做刺绣这块的人心尽了 我们的真理是 都活在我们自己的作品里面 活在我们自己世界里面 无论是侍女花鸟 协议国画 还是人物肖像 金橱自绣 无一例外地遵循自己的地域特征 突出处人豪放的性格特点 讲求色彩浓烟 构思大胆 华贵唯美 装饰未浓的艺术特点 一针穿起千年传承 一线绣出思韵新品 金橱自绣 不仅仅是自绣 它承载的文化内涵 已远远超出 其绣真技巧的界限 民俗文化 才是让它如此 规律珍规的灵魂意义 我现在目前带的土地 基本上八年后 九年后 包括零年后更多一些 只要有年轻人愿意 跟我们在一块儿学习的话 那我会倾尽所有能力来 还是传承这一块儿的 感谢